先会爱自己 再去爱别人 欢迎收听阅读茶坊 金鸾殿上论功行赏 丰厚圣旨来得猝不及防 可上面写的不是我名字 而是嫡姐苏之婉 夜里陪夜来找我 苏恩 你也要体谅朕的难处 之婉她到底是上书嫡女 也是你姐姐 她为后总好过别人为后 之婉心地纯善 念及血脉之情 总不会亏待你 朕也是为了你好 彼时她望着我 满眼的理所当然 是啊 总归这后卫是不可能落到我头上 毕竟我只是上书府庶女 小娘又是商女出身 那怕当初随嫁赛北的人是我 五年生死相伴 依旧跨不过身份悬殊 我试着体谅她 接受自己只是贵人的身份 可苏之婉却不愿体谅我 封后大典结束 京城命妇都在长乐宫庆贺 陪业忙着处理正事 抽不开身 我已经穿着内务府新送来的衣裳 到了长乐宫 贵人可是觉得不舒服 春喜看出了我的不适 将衣领翻过来一看 脖子上赫然鲜红一片 她又急又气 贵人 您说内务府怎么可以这样 竟然在衣领内衬用最刺粗麻布 这种料子连宫中的奴婢都不用 还能为何 苏之婉的老把戏了 我与她同日出生 路过的老道说 苏家女友奉命 原本我是要被溺死的 是小娘磕破了脑袋 才保住我一命 还在月子里 我们娘俩儿就被赶到偏院住着 小娘给我取名恩 就是要让我记住 代夫人的不杀之恩 饶是如此 苏之婉依旧看不惯我 不仅吩咐管家 磕待我们吃食 就连穿的衣裳 都只能用最差的粗麻布 她这分明是在提醒我 塞北相伴又如何 我到头来 还不是只有养她鼻息过日子 其实这么多年 我的皮肤早已操了 区区麻布还不至于擦出红痕 可脖子到锁骨那块的皮肤不同 三年前 陪业宴请幕僚吃酒 喝到尽兴时 有人提出想看我跳舞 那场酒很重要 陪一眉开口拒绝 我也不忍她多年心血付诸东流 便起身去跳了 酒壮恶人胆 那人竟趁我跳舞之时 伸手摸了我锁骨 后来裴叶嘴上说着不介意 他却找了个莫须有的名头 悄悄给我灌了药 命人为我换皮 包括醉酒之人 也在某日失足坠入山崖 一双手被野狗啃食到面目全非 四季此 春席已经拿出手帕 替我隔在衣领之间 陪叶初登皇位 后宫嫔妃只有我和苏之婉 为了彰显姐妹情深 她特意为我留了离她最近的位置 刚一入席 她便看到我衣领上隔着的手帕 妹妹为何将本宫送你的衣服 用东西挡住衣领处的绣花 可是不满 四周的工人命妇窃窃私语 还未等我回答 苏之婉命人将我按住 粗暴地将手帕取出 我反抗无力 胸口一阵清凉 众目睽睽之下露出洁白血腻的肌肤 苏之婉居高临下 仪容端庄 洋庄生气 哎呀 你们这些狗奴才 妹妹可是皇上的贵人 岂有你们这样粗手粗脚的 育儿还不赶紧找件衣服给贵人踢上 低等宫女的衣服被强行踢在我身上那刻 苏之婉扑哧笑出了声 工人命妇们也都跟着低笑 看呐 这就是裴叶口中所说的心地纯善 让我像狗一样跪在地上 任人嘲笑 当初裴叶被贬 苏之婉哭着 吵着 不愿意嫁 他们将我从天苑接出来 抓了小娘 逼着我上花轿 此后五年 苏之婉身居简出 一直没有好的良缘 最后裴叶登地 他索性对外宣称 是父亲和大夫人舍不得自己 不让他嫁 才硬将我塞进轿上 五年间 他日日忧思 难忘旧情 所以才没有婚嫁 裴叶精明如此 原来也逃不过美人垂泪时的几句谎言 可我听说 尚书府有一志同 今年三岁 不曾换尚书大任父亲 所以他的娘亲会是谁 皇上驾到 太监高唱 又何去世 皇后如此开心 周围的笑声 伴随着培业的步伐 戛然而止 就连按住我的太监 也都松了手 我终于得以正开 春喜赶紧将自己的外衣 穿在我身上 我攥紧衣上 试图挽回流失的尊严 臣妾穿的衣服 惹皇后不喜 所以她命人扒了 裴叶面色皱冷 胡闹 净贵人的衣服 岂有是你们这群燕人 可以扒的 来人 将他们拖出去砍了 太监们 齐齐跪在地上求饶 皇上 苏之婉娇称着站起身 走到培业身边 晚上她避弯的动作 自然又轻易 皇上息怒 都怪臣妾不好 妹妹那身料子是云锦 皇上您登基不久 若被人传出去 后宫嫔妃 有奢靡之风 这对您和对妹妹都不好 臣妾也是好心 怪就怪那些个太监 不知轻重 但也是为了皇上 和妹妹的名声啊 罪不至死 听完这一番解释 裴叶甚是欣慰 还是皇后想得周到 继而转头望向我 眼神不耐 也不看看自己像什么样子 还不赶紧给朕回宫 春喜为我梳着头 自责到落泪 贵人都怪奴婢 非要给您垫什么手帕 若不是奴婢多事 皇后娘娘肯定不会为难您的 没事 不怪你 到底是新入宫的丫头 还未见识 什么是真正的人心险恶 苏之婉能拿出低等宫女穿的衣裳 就说明她早有打算羞辱我 没有手帕 她也会找其他借口 害时 裴叶命人送来了一盒吃食 打开 是碗半熟的糙米 她这分明是 顺着刚才云锦的事警醒我 别忘了自己的身份 我将这糙米一口一口咽下 春喜看着心疼 夫人您别吃了 反正也没人瞧着 奴婢帮您倒了吧 吃 当然要吃 唯有咽下 方知苦楚 一如当年在塞北 太守将府中爱犬圣的饭 端到培业面前 我哭着求她别吃 她却告诉我 若是不吃 又怎知 卧心尝胆之苦 所以 今日所受屈辱 我一点一滴都不会忘记 是她教我的道理 春雨滴答 直到春喜患上安神香 我才睡着 这一觉 我睡得不算安稳 梦到了好多前尘往事 其实 我遇见培业 是在十二岁那年 不过她大抵是不记得了 那时我还住在府中天院 没有命令 不能踏出院子半步 可孩子天性 难免想跑出去看看 偶尔我会用碳灰抹脏脸 趁着傍晚偷偷溜出去 遇见培业时 我便是这副灰头土脸的样子 她半个身子落在水中 脚下被水草缠住 我不会水 可还是一手扶着假衫 另一只手拿着碎瓦片 帮她把水草割断 谢谢 这个给你 算是礼物 培业姐下腰间玉佩 放在我手上 她不知 那天是我的生辰 是我第一次收到礼物 也是第一次 有人给我说谢谢 玉佩上刻有她的名字 培业 我记住了 原来那日 她是同另外几位皇子 来给苏之婉庆贺生辰 却遭大皇子的人 引入这湖中 杨树沙沙作响 我又梦见了 塞北那间小院子 她高高兴兴地推开门 嗯嗯 你看今日我打到了什么 培业手中提着一只野鸡 献保式地放在桌上 她说 嗯嗯 日子总会好起来的 幸而有你陪我 春雷乍响 有脚步声 吵扰了这一场梦 睁开眼 竟然是培业 她为何会来 她舍得从苏之婉宫中走 培业大概是想为我擦去额尖的薄汗 我却在她手落下来的那刻 把脸转向一旁 她将在半空中 低声叹气 之婉心思单纯 做事难免没顾全后果 你做妹妹的 莫要怪她 那些太监 朕已经私下处理了 我说她怎么舍得来 原来是为了苏之婉 其实她大可不必解释 她是皇后 我一个小小的贵人 还能害她不成 我合上双眼 不去看她 皇上若无其他事 臣妾便不留了 眼前的呼吸声越发急促 闭着眼我都知道 那时培业生气的前兆 果不其然 下一秒被褥骤咒然被她掀开 培业栖身而下 苏恩 你不乖 朕要惩罚你 窗外春雨急如见 我拼命地咬住下唇 咽下泪 熬过了这一夜 春搜再急 苏之婉却染上风寒 没有跟着去 陪业不带她 自然也不会带我 正好小娘也在宫外 托人给我带了些东西进来 从外进宫的东西 都要经过层层检查 倒也不是什么稀奇玩意儿 一叠风筝纸 还有风书信 所言不多 小娘说 她在府中的日子 比从前好过了 最近还学了诗词 一手拆头缝 游得她心 她还记得我喜欢放风筝 只是塞北太远 她无法送来风筝纸 如今我已然回京 所以托人送来 也希望我在宫中 能过得开心点 毕竟身宅大院 妾室的苦楚 她比谁都清楚 贵人宁桥 奴婢扎了只蝴蝶 为何写着锦字 我瞧着风筝扎得精巧 上面歪歪斜斜 写着小字 春喜望着外面 重重又重重的高墙 春瑾是奴婢家中小妹 奴婢进宫前夜 答应她 明带她去放风筝 可天还没亮 人牙子就将奴婢带走了 她肯定哭了 等奴婢25岁出宫 再去哄她 我也扎了只风筝 是小娘以前教我的 可是太久没扎 生疏了 春喜看着手中的燕子 笑得前腐后痒 贵人 您这扎的是乍猛吧 我也跟着笑了 笑着笑着 明媚的阳光 洒进窗帘 我看到春喜眼角 挂着晶莹的泪 春喜 你想妹妹吗 想啊 走吧 去放风筝 春喜举着风筝 一路上叽叽喳喳 说个不停 她说春景可调皮了 一个女孩子还总爱爬树 但总会把最甜的果子 摘给她吃 后来她又说 贵人 等您有了孩子 肯定也淘气可爱 走进御花园 很不巧 和苏枝碗撞了个正着 宫中嫌少有这样的好天气 适合放风筝 也适合生病的人 出来晒太阳 大胆静贵人 冲撞了皇后娘娘 还不赶紧跪下认错 我离她足有时不远 何来冲撞 苏枝碗瞧见我手中的风筝 并样样的脸 一时浮上喜色 那是什么 玉儿给本宫拿过来瞧瞧 春喜下意识地将风筝藏在身后 后宫死板科研 内务府是不会被这样生去的玩意儿 若是被抢走了 那就没了 还敢藏着 玉儿给本宫抢 是 娘娘 一生得令 五大三粗的玉儿 一把抓住春喜手上的风筝 我顾不得礼仪 也走过去抓住 敌死不放手 一来一回 撕扯之间 我连同风筝 摔进了身后的莲花池 贵人 冰凉的湖水 倒灌入我口鼻 脑后一阵顿痛 湖边呼喊声不断 苏枝碗到底是怕我淹死了 我被救起来后 夜里发起了高热 可太医院职守的太医 被苏枝碗寻了借口 全留在常乐宫 春喜只好不厌其烦地用温水 一遍又一遍为我擦拭着身子 可热怎么也退不下来 贵人 您怎么还是这么烫啊 奴婢这就去太医院为您求药 别去 他这是故意想害死我 你去了他不会放过你的 我倾尽力气抓住春喜的手 落水是苏枝碗宫女推的 她不好见死不救 可若是病死了 就和她没关系的 春喜一点一点将我的手指掰开 眼神前所未有的坚定 贵人 可奴婢若是不去 您这样烧下去会没命的 春喜到底还是去了 她回来时 额头和膝盖都流着血 贵人 要来了 那碗药 在这冰冷的深宫 胜过世间暖阳 苦腥味绕在舌根 久久不散 我让春喜将柜子里的蜜饯拿出来 你也吃吧 我选了其中一颗 喂进她嘴里 可一碗药 根本不抵事 我又开始炸热食寒 神志混沌 迷迷糊糊中 我听到门外传来拉扯声 还有春喜的哭喊声 我没有偷太医院的东西 你们放开我 渐渐的声音越来越弱 我是何时清醒的 已经记不清了 睁开眼 鼻尖萦绕着厚重的药味 一道明黄色的身影 在我床边坐下 是培业 我挣扎着起身 胶着的房间 寻找本该守在我身边的人 春喜呢 培业面色沉重 端来要在我眼前 先吃药 我不是傻子 她这样避开我的话题 春喜肯定出事了 也不知哪来的力气 我将她手中的药碗掀翻 滚烫的汤药 顿时将她腰下打湿 培业醋着眉 倒吸一口凉气 苏恩 你在闹什么 朕说了 先喝药 春喜呢 我提高了声调 培业到底是被我激怒了 桌上的茶杯 被摔地上四分五裂 工人们齐齐跪下 她死了 听清楚了吗 春喜死了 昨晚的是 他们给她安的罪名是 偷到太医院药材 培业并未让人去调查此事 更没追究苏之婉的责任 在她眼中 不过是位不痛不痒的奴婢而已 听慎行司的人说 春喜太瘦了 鞭子没落在身上几下 就断了气 原本犯了错的工人死后 是要丢去乱葬岗的 大概是看我伤心到 偶血的缘故 培业怜悯 答应了我的请求 给她体面 以生老病死之遗 将尸体抬回老家 按照规矩 竹子是可以给抚恤金的 生前她跟着我吃了不少苦 我重赏 也无可厚非 我这场病 一直拖了很久 直到夏日禅明 才见好 宫里新来的宫女 大抵是担心会因我惹怒皇后 所以除了必要的饮食起居 能不严就不严 渐渐的 我也不爱说话 整个静安宫 了无声趣 烈日奄奄 边关传来捷报 我军大胜 将领 正是苏之婉的表哥 宋将军 此次大胜 他缴获了不少战利品 其中大半流入常乐宫 众多宝物中 唯有一只断钗 深得苏之婉喜爱 听说是从 藩帮王后头上抢来的 听到外头那些工人闲聊 我忽然来了兴致 换了身衣上 再跃下起舞 好久没跳舞了 动作有些声疏 侍奉我的宫女 见我突然这般 以为我是官风了 这话一传 时时传百 传到了培业耳朵里 其实 也不是风了 当日我落入莲花池 撞伤了脑袋 所以这场病 才拖了那么久 最近不知为何 我好像忘了很多事情 可我记得 也曾有位少年 他打了胜仗 也是捧着战利品 陷到我面前 那日 我跳的便是这支舞 我跳了好久 似乎不知泪 咔之有脚步声 扰乱了这一场舞 我回头望向宫门处 那抹明黄色身影 轻轻簇眉问 你是谁 直到他闯入月色下 我才看清他的脸 原来是培业啊 只是今日 他怎么回来得这么晚 难道是太守 又苛责他呢 我拉着他的手 仔仔细细观察 确认身上没有伤痕后 才松了口气 没事就好 下次可别这么晚回来了 我会担心的 然而眼前的人 因我的话 眉头越促越深 他忽然握住我的肩膀 死死地扣住 苏恩 你到底在说什么 裴叶 你弄疼我了 我轻轻挣脱开他的手 然后拉着他 往屋里走 裴叶 你看 我们现在住的房子 好漂亮 我们是何时搬来的 我怎么记不起了 说吧 我三步并坐两步 愉快地跳到床边 从被子里 偷偷拿出 五扇十圣的鸡腿 捧到裴叶面色 裴叶你看 是鸡腿 哎 我都舍不得吃 特意给你留的 如今正值夏日 那鸡腿被我捂在被子里 一个下午 早都馊了 我却宛若闻不到那股馊味 将鸡腿凑到裴叶嘴边 天真的眼睛眨呀眨 怎么不吃 你在太守府 肯定没吃饱饭 裴叶 我心疼 裴叶眼神松动 不忍打破我眼里的温柔 好 他大概也想到了 出到塞北 那些饿肚子的日子 我们一同在太守府做事 每日我只吃一个馒头 剩下的都悄悄藏起来 带回去给他吃 鸡腿培叶吃完了 我说我困了 缠着他 要他陪我睡觉 假妹之时 我听到有脚步声 走进寝殿 有人为我把脉 而后轻声禀报 回皇上 贵人上次落水伤到了脑袋 又心欲难解 如今这般情形 应是记忆错乱 可有致 要治导不难 贵人还记得与皇上的种种 若皇上多加引导 也不是没有痊愈的可能 只是万万不能再受刺激 第二天早晨 等我醒来的时候 陪业已经不见了 听人说皇上病了 吃坏了肚子 连着两日请了数十次公筒 我也两日没见到陪业 皇上病了 关陪业什么事 就在我一副想不通的样子时 宫里来了位不速之客 苏之婉 携一身怒气 闯入我宫殿 苏恩 你个贱人 眼看巴掌就要落下来 我毫不费力往旁边一躲 他重心不稳 摔了个狗吃屎 像当初在太守府 那些老嬷嬷打人 可比他有技巧多了 这点功夫 也想跟我斗 不过他也太沉不住气了 陪业只在我宫中歇了一晚 他就如此兴师动众 带着人来找我麻烦 是生怕别人不知道 啊 来人啦 给本宫按住他 一声令下 七八个宫女太监 蜂拥而至 这般情景 我是反抗不了的 当然 我也没有反抗 自从那晚太医来 为我诊之后 宫中便多了几双眼睛 不仅是盯着我 也是盯着其他人 陪业赶来的时候 我已经被苏枝碗 扇了两耳光 疼是真疼 可没流血 看不出有何大碍 索性我咬破舌尖 帮他一把 鲜血密出嘴角 星红映满了陪业的眼 我擒着泪 睫毛盈盈颤动 陪业 我疼 木火彻底被我激起 放肆 谁允许你们这么对他的 在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时 他拔出身旁侍卫的剑 按住我的人 无疑幸免 暗红色的血 剑得到处都是 地上 草上 还有我的脸上 久违的血腥味 陪业提着剑 望向缩在角落 瑟瑟发抖的我 伸出手 眼里是许久 未曾再见的温柔 苏恩 别怕 我不会伤你 曾几何时 乱军之中 他也向我伸出手 那时他说的什么呢 哦 好像是 此生绝不相赋 可他还是赋了 你看 明明打我的人 是苏之婉 他宁愿杀他身边的人 也舍不得动他一下 彼时 苏之婉早已下到 跌坐在地上 脸色苍白 嘴里念叨着别杀我 陪业没有看他 闭上眼 似乎是在平息怒气 来人 皇后受小人挑唆 伤了姐妹情义 常乐宫的下人 都换了吧 苏之婉顿时如 劫后余生 连行礼都忘了 连滚带爬出了宫门 我受了惊吓 窝在裴叶的怀里 谁也动不得 最后他没有办法 只好让下人都出去 亲自为我换衣服 裴叶一边为我取下发誓 一边轻声同我讲 他说我们已经不在塞北了 他灭了太守府 夺兵权 一路杀回京城 夺得皇位 至于我为何不记得了 是因为在战争的路上 不小心伤了脑袋 我懵懵懂懂地点头 却忽然抓住他的手腕 那我为什么不是皇后 只是贵人 裴叶的唇姬玉张合 最终揉着我头发道 苏恩乖 做皇后太累了 我不舍得你那么累 是吗 那你可真是太好了 京城养人 我那原本粗糙的皮肤 经过这段时间的僵养 细腻了不少 再加上这些时日 我常跳舞 腰肢也更加软了 沾血的衣服被脱下来时 我分明感觉到身后的裴叶 呼吸声加重 我却恍若不知 靠近他怀中 期待又小心地询问 裴叶 我想要个孩子 小小的软软的 长得像你像我的孩子 好不好 他不忍打破我的西记 陌生点头 炙热的唇附上来那刻 我强忍着内心的不是 笨拙又小心地回应 我需要一个孩子 一个留有皇室血脉的孩子 醒来时天已经透亮 伺候裴叶的工人 端来一碗药 贵人 这是皇上命 奴婢送来的 喝了对身体好了 裴叶送的呀 我想都没想 端着药就往嘴里送 淡淡的红花味 绕过舌尖 裴叶呀裴叶 你始终是防着我 接连几日 他都塑在我宫中 晨时一如既往地 让人端来汤药 每次我都喝得干干净净 直到第七日 送来的不是汤药 而是一碗血咽 我还好奇地问 嗯 今天怎么不是汤药 工人略微尴尬 回归人 皇上说您不用喝药了 血咽吃了一样 对身体好 我依然欣喜结果 他说好 那定是好 秋风卷过宫墙 满城桂花飘香 我如愿怀上孩子 被诊出来时 已经两个月了 我摸着还未隆起的小腹 问裴叶 起什么名字好 他浅笑不语 过了一会儿 才刮着我的鼻头 才两个月而已 不用着急想名字 对呀 才两个月而已 不急 毕竟在这身工之中 任何事情 变数都太多了 就比如 苏之婉听说 我有孕之后 将太医院所有的太医 请去为他看诊 明明每日一晚又一晚的 做胎药喝下去 就是怀不上孩子 所有太医都说他身体没问题 苏之婉不信 偷偷请了外面的大夫 扮作太监进宫 为他诊脉 这一诊 才知道 原来他每日用的膳食 都被加了红花 常食红花 可令人终身不孕 苏之婉何时受过这么大的委屈 哭哭啼啼去找裴叶告状 说宫中有人要害他 话里话外 都说是我下的赌 谁知 得到的不是撑腰 反而是裴叶一巴掌 四代外难进宫 可谓重罪 原本被他宠上天的苏之婉 如今被夺了皇后侧保 进足常乐宫 这些我都是听宫人们闲聊得知的 他也真是笨 太医都说没问题 那红花还能是谁下的 只能是陪业了呗 自己还大咧咧去找尸读者告状 与此同时 边关传来消息 宋将军有贪军饷之嫌 我不傻 前后两件事关联起来 我大概知道 为何惠立苏之婉为后 又为何处处维护他 看中大夫人母家势力 逢场作戏罢了 那夜我不小心摔碎了朱差 拿着一半送给陪业 同他说 我们一人一半 恩爱两不疑 孕五个月时 御膳房忽然不再送我爱吃的麻辣菜肴 改为乙酸为主 永平进贡的酸性 长长一盘又一盘地端来 我吃不惯 裴业就哄着我说 多吃酸的好 渐渐的 宫里都传我这胎怀的是儿子 又是裴业登基以来的第一个孩子 往后怕是要封为太子继承大统 流言随着东风 飘到了宫外 宋将军返了 他率领大军攻入城门那刻 裴业将我安顿在密室 嘱咐我千万别出来 我望着他提到离开的背影 一时有些恍惚 兵戈声不断 战争一直持续了三日 听到外面的呼喊声 我知道裴业胜了 他来密室接我时 残存的敌军忽然举刀相向 裴业 小心 蹄肉绽开的声音 还挺疼 眼前的男人 前所未有的慌张 苏恩 苏恩 快 传太医 传太医 太医来时 我的后背已是大片鲜血 好在刀刺进去不深 为伤及要害 缝合时 考虑到腹中的孩子 不能用麻沸散 整整二十六针 我疼到激进晕厥 缝完那一刻 我扯出惨白的笑 望向裴业 你没事 孩子没事 就好 说完 整个人晕了过去 醒来时 裴业不在 身旁的宫女夸我好福气 贵人 皇上待您可真好 您不知道 这两日 皇上连眼都没合 换药擦身 都是亲自动手 听了她的话 我眼中 却一点没有欣喜 反而更加黯淡无光 宫女觉得不对劲 慌慌张张地 让人去禀报裴业 裴业来的前一刻 我已经起身 望着窗外发呆 并未理会 身后的脚步声 越来越近 她取下大厂 踢在我身上 轻生责怪 伤还没好 天气这么冷 也不知道 多穿件衣服 我抬眸望着她 没了前段 十日的欣喜 皇上来找我 皇后不会生气吗 裴业神情僵了僵 我担心她听得不够清楚 又重复了一遍 皇上不是说 要让臣妾体谅您吗 皇后无论做什么 都是孩子心性而已 太医 太医呢 太医可真够忙的 这脉后 太医额头冒着细汗 回皇上 贵人应是前日受刺昏迷 缺失的记忆又都想起来了 行 朕知道了 太医离开后 陪业依旧没走 御膳房送来膳食 她亲手端了周 坐到我面前 嗯嗯 你想起来了也没关系 我们之间有诸多误会 等你心情好了 我慢慢同你说 误会 我抬谋 对 都是误会 等我这几日处理完手上的事 就和你解释 好吗 我没说好 也没说不好 解释没来 苏之晚被废后的消息先传来 晚上 内务府端着一大堆赏赐到我宫中 那些东西眼熟 都是从长乐宫搬来的 陪业跟在后面进来 望着满桌堆不下的珠宝首饰 她说 嗯嗯 你看 这些原本就是要给你的东西 现在都物归原主了 哼 还原本要给我的东西呢 都被人碰过了 也不嫌脏得慌 工人们识趣地退出去 陪业握着我的手 深情款款地看着我 嗯嗯 你听我解释 立苏之晚为后 非我本意 她不仅是上书府嫡女 还是将军府的外孙 将军府没有女儿 我初登皇位 需要将军府的势力 所以不得不立她为后 我们在塞北吃过那么多苦 苏之晚给你带来的屈辱 我以为对你来说不算什么 不算什么 喝 她还真说得出口 还有酸性 裴叶说 她之所以要让我吃酸性 是因为在调查 将军府贪君想一案时 竟然查到苏之晚 与她表哥有过一段情缘 不仅如此 两人还欲有一子 养在尚书府 将军府贪君想 是为了养私兵 为日后谋反做打算 苏之晚怀不上孩子 而我却怀了孩子 裴叶还有毅力他为太子 裴叶吃准了苏之晚性子急 必定会逼着将军府提前造反 若是他表哥坐上皇位 他就有了现成的皇长子 裴叶还说 多亏了我那日不小心摔断朱钗 否则他还不一定这么快 查到苏之晚和他表哥的这段情 说到这儿 他将怀中那只断钗拿出来 捧到我面前 嗯嗯 你看 你送我的东西 我一直放在身上 等这件事彻底结束 我们就重新开始好吗 我不语 陪业也不生气 没过多久 冷宫传来苏之晚自意身亡的消息 听说死时头发凌乱 衣衫不整 裴叶将这消息带给我 开心的就像当初猎了只兔子回来 嗯嗯 苏之晚已经死了 我还命人扒了他的衣服 好多人都看到了 稍微解气点没有 初春 将军府谋逆一案 彻底落地 父亲在将军府被查时 便已写好修书将大夫人逐出上书府 所以未受此案波及 小娘又给我写信了 她说如今都知道裴叶独宠我 父亲念她御女有功 更是打算抬她为正事 我摸着隆起的腹部 如此甚好 甚好 我的孩儿也快出生了 今年的桃花 比往年谢帝更早些 见红的时候 裴叶还在上早朝 他急奔而来 连巢符都没换 门口的太医拦着不让他进 皇上 产房乃不结之地 可不能进啊 都给朕让开 让开 苏恩为朕豁出去两条命 朕要进去陪他 皇上恕罪 为了您的龙体 为了江山社稷 万万进步的呀 争吵声戛然而止 到底还是江山社稷重要 也没错 毕竟我如今 也是这么觉得的 所以再痛 我也将孩子生出来 贵人 您用力 再一次 再来一次就好 孩子的啼哭声 盖过了所有痛 混混顿顿中 我听到耳边有人报喜 恭喜贵人 贺喜贵人 是个小皇子 培业给孩子取名 叫怀出 怀念最初 因为怀出的出生 如水般的赏赐 流入宫殿 培业日日来看我和孩子 但我大多时候 是不理他的 他也没觉得有什么 总爱抱着孩子 凑到我面前 嗯嗯 你看 怀出的眼睛长得像你 嘴巴长得像我 往后定是皇子中 最好看的 我淡淡地 嗯了一声 没事 嗯嗯 我等 等你原谅我那一天 确实还要再等等 不仅是怀出还太小 还有将军府一案 独流拔出 总要花时间去修复 怀出两岁时 宫中来了不少新人 我从贵人一跃成了贵妃 只因新入宫的惠嫔 嘲笑我未奋低 培一只小后 索性直接将我封为贵妃 主礼六宫 面对封赏 以及这后宫一朵朵美丽的鲜花 我不再对培业冷脸 培业生辰那日 我刻意穿了 雨在塞北时一样 湖蓝色的衣裳 亲手熬了碗瘦肉粥 送给她做礼物 培业捧着我的脸 感动得痛哭流涕 嗯嗯 我就知道 这些年的努力没白费 你终于还是原谅我了 我搅着粥 一口又一口地味到她嘴中 皇上 您说得对 日子总是要过下去的 臣妾总不能一直纠缠过去 那些有的没的 一碗粥见底 培业意犹未尽 不着急 我亲手熬的粥 以后还会有很多 怀出四岁那年 宫中依旧只有她一个孩子 培业也不是美宠幸后宫的妃子 只是有心无力 没一个怀孕 不仅如此 起居官记录 她翻牌子的次数越来越少 就算有 也是成性而去 败性而归 安平年纪小 说话口无遮拦 她来我宫中玩时 小声告诉我 是请她规规矩矩地 按照摩摩教她的东西 伺候培业 可到头来 培业叹了口气 让她早些睡了 她问我 陪业是不是有病 病是假的 中毒是真 我在周里 加了些东西 那要不会让她中毒 但对于事情之事 会慢慢变得有心无力 太医院必定会加以 补药条理 两种药物相克 身体会渐渐堆积毒素 出现心计之症 慢性中毒 很难查出 培业突发心计 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快 大约是不举之后 不要吃得有点多吧 否则按照我推算的时间 还要再往后两个月 培业昏迷了五日才行 嗯嗯 你来了 我自她床边坐下 眼前的男人 早已没了往日的神采 我抚摸过她高耸的拳骨 心疼道 皇上 你又瘦了 臣妾和怀出 都等着你快些好 来吃药 我端过宫女帝来的药 一点一点喂到她口中 恰逢此时 有人送来今日的奏折 望着岸上堆积如山的公物 我真是不忍累着她 等培业睡着 我点着灯 一封封越过奏折 往后的日子 都是我来时急 渐渐地 培业清醒的时间 越来越短 我看奏折的时间 越来越长 直到那日 我坐在岸前 久久不舍离去 培业醒了 嗯嗯 你在做什么 她的声音虚弱如影 我毫不掩饰地转过身 皇上 臣妾还能干什么 当然是在批阅奏折呀 磕 磕磕 你 你在说什么 我拿着刚刚批阅完的奏折 走到她身边 打开让她看仔细 你看 臣妾写的字和你像不像 那些大臣们 居然都分不出来 培业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一时之间咳得更加厉害 她想伸手过来抓 却扑了个空 滚落在地上 如同残喘的老狗 我居高临下地望着她 培业 你还记得 我们出到塞北时 你对我说过的话吗 她不解地望着我 你说 谁伤你 你就取代谁 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给予伤人者 千倍万倍的痛苦 是你教我 何为卧心肠胆 培业在地上 无声地挣扎着 好不容易张开嘴巴 那 那日 为何又救我 我还以为她 是要叫人呢 原来是问这个 简直可笑至极 还能为何 博取你的信任罢了 人本来就是 我安排的 谁让我说 我要孩子 你不相信 为了试探 给我为了 整整七日红花 我还要像个傻子 一样喝下去 你那么谨慎 我不豁出去些 怎么能换来今天 不然你以为呢 为了爱吗 我没想到 她居然会有眼泪 泪水好滑过 她干瘪的脸颊 落在地上 我醋眉 丑 实在太丑 别天真了 没有人会站在原地 原谅你那些 以伤人为前提的误会 哦 对了 还有那只断掉的朱钗 也是我故意的 苏之婉那些 见不得人的勾当事 我早就知道了 在我一字又一字的决绝中 裴叶黑眸深处 渐渐蹦现出绝望 随后 一口鲜血从她口中喷出 伴随着呼吸声 也越发急促 我没有理会 转身 将刚才我你好的圣旨 拿到她面前 皇上 您该驾崩了 武安七年 皇帝驾崩 太子裴怀出登基 太后监国 改国号永昌 十年过去 怀出 已能独当一面 我也没有贪念全世 不在监国后 我搬出皇宫 在江南寻了间院子 种种花 养养鱼 一日游历到青石村 我见着一妇人 她正交身旁的小女童扎风筝 女童问 娘亲 为何要在风筝上写一个恩字 妇人答 因为那是娘亲生命中的贵人 后来风筝飞向天空 妇人松开了手中的线 女童又问 娘亲 您为何要让风筝飞走 妇人望着空中逐渐远去的风筝 说 因为 我希望她 能早日飞出 那重重又重重的牢笼 故事二 我陪娘一起参加 成恩公府举办的赏花宴 娘那和离归家的归中密友 陶素心 非要跟过来 娘连她如今孤苦无依 就心软答应了 可怎么也没想到 赏花宴中途会发生了意外 陶素心意外落水 被一男子所救 我们赶过去的时候 她被贴身老嬷嬷扶着 不停地抹眼泪 我和娘听说后 立即赶过去 见她无碍 皆松了一口气 可我们都没想到的是 陶素心头上滴着水 身上披着男子的衣物 看见我们后 竟然对我娘说 文慧 看在我们多年的情意上 你就替贺侯言耐了我吧 你就当救我的命 否则我只有一死 以正清白了 她贵符在我娘脚边 说得七处 我和娘对视一眼 眼里皆闪过震惊 娘还没回过神 我知道她暂时还没接受 好闺蜜竟然觊觎 自己相公的事实 于是我率先冷下脸来 把我娘拉到身后 居高临下地看着她 陶姨 我娘平日对你不薄 你竟然笑向她夫君 你不觉得可耻吗 不是的 我不是故意的 陶素心抬头慌乱地说 眼泪大磕大磕地掉 实在是方才我落水 是贺侯爷救了我 我与她已有肌肤之亲 若是她不要我 那我还有活路吗 说着 她苦涩地看着我娘 文慧 你知道的 我刚被羞气 本就名声有爱 要是再被传出 与人有染 这辈子就彻底完了 你一辈子完了 与我何干 我娘拍拍我 我立即让位置给我娘 她眼神微冷地看着陶素心 又问 你真的确定那人是贺账 陶素心立即点点头 千真万确 万嬷嬷可以作证 要是你还不信 可以找来侯爷一问便知 我见她说得笃定 心里也怀疑起来 难道真是我爹 可心里倒是还抱着一丝期望 愤愤道 你让找就找 要真是我爹救你 刚刚怎么不让我爹 直接带你回府 侯爷说了 让我来找你 只要你同意她没意见 陶素心没搭理我 却是手脚并用 像狗一样 往我娘这里爬过来 文慧 你就救我 救救我吧 我只占个名分 绝对安分守己 不会跟你争侯爷的宠爱 她表现得凄处可怜 卑微至极 这是怎么了 这时 承恩公夫人带着来参宴的贵妇和贵女都好奇地围了过来 陶素心只是苦苦哀求着我娘也不回答承恩公夫人的问题 可他不说 他有代言人啊 他的贴身摸摸万事跟到豆子似的全说了 还把她塑造成迫不得已 只能尾身我爹的小可怜 把我娘塑造成仗势欺人 不给她活路的恶毒女 承恩公夫人本就与我娘不对付 听说她年轻的时候爱慕我爹 却被我娘劫足先登了 所以这么些年处处针对我娘 只见她满脸的幸灾乐祸 嘴上也正义凛然地说 宗文慧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虽说贺侯爷是为了救人 可桃大姑娘到底是被她抱了 失了冥结 贺侯爷要是不负责 叫她以后如何活下去 她本就刚被羞弃 备受非议 难道你非要逼死她不可吗 这是你能因妒忌不同意 我却不能不管的 说着她拉着桃宿欣的手道 桃大姑娘 你放心 我一定让贺家那你进门 文慧欣 今日之事发生在我张府 我就不能坐视不管 否则 你叫我如何与桃家交代 我娘摸了摸手腕上的佛珠 掀起眼皮看着张夫人 要什么交代 那是你张家的事 你要是觉得 承恩公后院缺个给你奉茶的 你可以帮她一把 张夫人闻言 气红了眼 闻慧欣 我是好言相劝 此事是贺章做的 她本就该负责 怪不得世人皆说你善度 不过一个妾 你都容不下 我文言 立马出言呛她 怪不得世人都说 张夫人蠢笨糊涂 果然不假 要是凭她的片面之词 就能进忠义侯府 那侯府的后院 岂不是要塞得满满当当 我娘嘴角勾起一抹讽笑 垂手看着桃素心 好笑地问 婴儿说得没错 你说是我夫君下水救你 并且与你有了肌肤之亲 人证呢 物证呢 正所谓抓贼拿赃 抓奸成双 这里只有一个 湿漉漉的你 我夫君人呢 桃素心拉拉身上的衣服 戴着哭腔说 赫侯爷救了我之后 就立即去换衣物了 为座停留 我文言翻着了个白眼 刻薄道 桃姨 拜托你 一把年纪了 能别搞少女小白脸那一套吗 桃素心脸色一僵 手紧紧拽着身上的衣服 我知道她的意思 想说那衣服是我爹的 就是证据 可她自己不便说 怕被人说忘恩负义 也怕被我爹咽弃 真是既要又要 本来就已经是个 背弃我娘的寡恩之徒了 还想立无辜人设 既然她不说 我肯定也不会说的 看谁沉得住气 可我不吱声 张夫人就跳出来 给她做主了 她身上这件男士长袍 还不能说明一切吗 我娘也注意到那件袍子 瞅了一眼 立即脸色铁青 吩咐丫鬟金珠 去 把侯爷找过来 让他们当众对峙 娘 我有些惊讶 莫非那件袍子 真是我爹的 可我怎么没见她穿过 娘却直直地看着那件衣服 脸色说不出的难看 文慧心 看来你也认出 贺侯爷的衣服了 这下你不帮着 那她可不行了 张夫人幸灾乐祸地说 我心里虽然感到不妙 可事情不明朗前 也不愿自家被人笑话 我娘的脸面 不是谁想踩就能踩的 我低声跟丫鬟春菊 交代了几句话 姑娘 这行吗 春菊疑惑地问 你去救世了 张刘是想看我娘的笑话 我要让她知道什么 才是真正的笑话 好 春菊悄悄退出人群 我敏纯一笑 连忙跟我娘说 娘 一件衣服能说明什么 陶仪被修后 您联系她 常接她进府小住 要是她早就暗暗寄予我爹 要偷一件衣服 有何难 而且我记得 今日我爹出门穿的是 月牙白的长衫 可不是烟青色的 众人面面相去 也都想起 我爹今日的确穿的 不是这件衣服 的确 肯定不是贺侯业 我也记得衣服颜色不对 张夫人脸色 立即不好看起来 可我娘脸色还是难看 还自报道 出门的时候 为了以防万一 我给她准备了 烟青色的袍子备用 啊 我闻言尴尬的扯扯唇 娘 你平日挺聪慧 怎么今日脑子 好像不好使了 我用力掐了一下娘 咬牙切齿悄悄问 娘 你今日什么情况 然而 我娘 接下来的话 却叫我明白了她的心思 因而 做人要光明磊落 坦坦荡荡 娘只是实话实说 遮遮掩掩 成不了大事 说着 她捏了捏我的手心 在我手心里 勾勒了一个安字 我瞬间放下心来 想必娘 有她自己的安排 我只要等着就是 不一会儿 我爹迈着关不来了 身后还跟着不少 来看热闹的男子 我爹看见我娘 立即走过来 眉开眼笑道 惠儿 侯爷对我有救命之恩 我甘愿为妾伺候您一辈子 陶素心打断她 猛地扑到爹娘面前哭喊道 我爹脸上惊恶莫名 我娘转头看着她 冷哼一声 你惹得债 你自己解决 我爹被我娘清冷的声音 吓得一哆嗦 快速躲到我娘身后 你别造谣污蔑 没有的事啊 本侯又不是脑子坏了 怎么会救你呢 还有 如果真有救你的事 你给本侯送个黄金万两 感谢一下就好了 本侯不缺媳妇 我看着陶素心脸色惨白僵硬 显然她没想到 我爹如此不懂得怜香惜玉 竟然不认 还想反咬她一大口肉吃 估计她现在如热锅上的蚂蚁 焦急不安得很 贺侯爷 你就别装了 侯妇人都认出 这衣袍是你的了 张刘氏脸色也不是很好看 但是她还是不忘帮陶素心争取 这是非要撮合我爹和陶素心啊 我爹闻眼 走过去 一把拿过衣服观察 啊 陶素心抱着身子尖叫 好像被我爹现场那啥似的 还适时抬头哀怨地看着我爹 我爹却跟眼瞎了似的 不仅没因此联系他 还跟审犯人似的 举着衣袍 面色古怪地问 你的意思是 这衣服的主人 就是救你的人 陶素心这下又变脸了 露出了小女儿的羞涩 含蓄地点点头 可惜 她不想想都是半老徐娘 这样星星座太有多辣眼睛 我差点都看吐了 刚刚过来的那些男子 更是满脸的嫌弃 我爹抽了抽嘴角 不再给他一个眼神 而是凑到我娘耳边说了一句话 我娘一惊 确定 当然 大街上那么多人 我可不能乱说 我爹跟我娘说着悄悄话 众人都好奇 我也好奇 可现在也不是问的时候 就等着爹娘一起打脸众人吧 我娘这时拨开我爹 看着陶素心 素心啊 你是铁了心要以身相许 抱着救命之恩是吧 陶素心虽觉得奇怪 但也没想太多 只以为我爹要脸面 悄悄承认了 她还以为我娘这时 拨不过我爹 同意乃她了 殊不知 我娘这话 可是处处是坑等着她跳呢 她迫不及待地点点头 是的 不会反悔吧 绝不反悔 我可以立即签下妾室文书 那我就放心了 我娘文言笑着说 既然你如此之恩图报 侯爷也不能亏待你 不用你委屈做妾 还是做妻吧 陶素心猛地抬头看着我娘 文慧 你愿意与我平起平坐 我就知道 从小到大 你对我最好了 你也知道 我娘对你好 可你呢 挖我娘墙角 简直就个白眼狼 我冷哼一声 奇怪地问 娘 你怎么回事 竟然要让她做妻 莫非你 不要我爹了 我爹狠狠瞪我一眼 小孩子 口无遮拦 胡说什么呢 我缩了缩脖子 不吱声 这时春菊回来了 安排好了 我阴阴地看一眼张流逝 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 这下看她还嚣张得起来吗 这件衣服 的确是我家老爷的 可是今日她在大街上 把它送给了一个乞丐 也就是她如今的主人 是一个乞丐 我听到我娘说的 心里乐开了花 原来如此 不可能 宗文慧 我张家怎么可能混进乞丐 张流氏压根不信 你善度容不下 妾室就直说 何必如此 折辱人陶大姑娘 还想把陶大姑娘 许给乞丐 简直恶毒 大街上 那么些人都看见了 可不是我乱说 我爹背着手 悠悠地说 乞丐进不来 还有一种可能 有些人找乞丐 拿了这件衣服 栽赃陷害我 没有 不是的 陶素新又爬到我爹脚下 想扯他衣摆 被我爹闪开 侯爷 你不能如此对我 刚刚抱着我的 明明就是你啊 我爹却垂下头 眼神冰冷道 你是有儿子的人 本来被修 就已经对他影响不小了 如今你是想完全断送 他的前程啊 陶素新闻言 面露惊恐 你竟如此狠心 我皱眉 觉得我爹态度有问题 娘 这怎么觉得 我爹是在威胁他呢 我娘摸摸我的脑袋 面上瓷盒 语气却带着良意 不需要知道那么清楚 夫妻嘛 有时候糊涂一些 也不是坏事 这时 事情却出现了转机 从暗处走出一个脸上 带着刀疤的男子 他一出现就说 侯爷 是属下旧的陶姑娘 您让我把衣服给乞丐 可衣服太华丽 乞丐不敢要 也不敢穿 属下就把自己的给了那人 衣袍自己披上了 请侯爷责罚 不可能 怎么会是你这个丑八怪 陶素新激动地说 心态有些崩了 我爹文言 一脚踹上去 你竟敢说他丑 他可是你的救命恩人 侯爷 别为我生气 的确是我长得太丑 男子连忙阻止我爹 横林 要不是这条八 你本也是个翩翩公子 要不是为了救我 爹愧疚难安地说 突然 我爹急切地看着他 你怎么想 这个女人可是被修的 还带着脱油瓶 本侯不愿意你娶她呀 你站出来做什么 直接让他嫁乞丐就好了 我爹看着陶素新的眼神 戴上了杀意 我却偷偷松了口气 拉着我娘 原来是这样 娘 这个横林是谁呀 他是你爹的副将 后来毁容 又自愿做你爹的暗卫 对忠义侯府和你爹 都是大恩人 原来是为了替他遮掩 为娘差点以为 你爹跟陶素新 真有什么了 我也心虚地吐吐舌头 刚刚我也以为爹 与陶素新有一腿呢 既然如此 这位叔叔 您是准备娶陶仪吗 看陶姑娘的意思吧 横林叔说 不 我不可能嫁给你的 陶素新爬起来 掩着面跑了 横林 你莫沮丧 我给你介绍一个黄花大闺女 我爹脸色阴沉地 看着陶素新离去的方向 伸手拍拍 她的肩膀安慰 横林苦笑道 属下长成这样 此生就没想过娶妻 侯爷就别费心了 那叔叔就错了 人不可貌相 叔叔又没有什么隐级 还武功高强 又有官职在身 还有钱 肯定能娶到媳妇 我安慰她 横林却说 我不想要一个为着钱财 为了权势跟我的 啊 原来人家要的是爱情 我尴尬地笑笑 数侄女多言了 众人看了一场闹剧 都比一陶素新的势力 但是看着横林的脸 都脸色难看地走了 我们一家也相邪往门口走 刚出大门 就看见张家的管家跑进来 对着张刘氏说了几句话 张刘氏脸色惨白 快带我去 我知道是成恩公的时暴露了 我翘着嘴唇 看着张刘氏急急忙忙地爬上马车 拉着娘道 要不咱跟去看个热闹吧 我娘美好气地点点我额头 调皮 有什么关系 这么多人去呢 我娘想了想 行吧 于是我们也随大刘地 跟着张刘氏的马车 穿过长长的街道 来得北市 一个有些荒凉的小院子 张刘氏吩咐家丁踹开院门 就冲了进去 里面成恩公正陪着一个女人做淘气 成恩公从身后包裹着那个女人 双手也包裹着她的手 两人一起在模具上转动着 我扯扯我娘 还别说 这成恩公还挺会玩的 这多浪漫的 叫我忍不住念一句淘情无限 一往情深 张刘氏文言狠狠瞪我一眼 随后满脸的懊恼 可能后悔来了 竟然叫我们看了笑话 可她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冲上去撕扯成恩公怀里的姑娘 结果被成恩公一把推下 你做什么 我做什么 我要收拾这个小妖精 你平日里逛逛青楼瓦寺 我不说什么 可是你竟然在这里另置家事 说着 张刘氏就哭了出来 你对得起我吗 他又不影响你什么 你就当我是逛青楼不就行了 我听着成恩公这话 皱了皱眉 这男人真是没救了 我再打量一眼 那个叫云和的姑娘 听到成恩公的话 脸色苍白 他倒是识时误 过了一会儿就有了主意 直接跪到张刘氏面前哭着说 夫人 我不知道张狼有家事啊 他一直说 他是死了妻子的官夫 否则小女子 绝对不会委身于他呀 你 云和 你胡说什么 成恩公气的脸色 清了又白 张狼 你千不该万不该跳我呀 纪云和哭得撕心裂肺 一脸的伤心欲绝 从此以后 我们再也没有关系 你走吧 什么 成恩公大惊 当众拉着云和 云和 和尔 你不能离开我 我不能没有你呀 我嘖嘖两声 这个云和是个厉害的 欲擒故纵做得不错 没看成恩公被拖走的时候 那一副天快塌下来的样子吗 张刘氏看着我娘 急恨道 你别得意 我不信这世上真有男人能守着一个女子过一辈子 我娘却不以为意道 任何事 只要敢想就有可能 你想都不敢想 自然不可能 我朝她吐舌头 就是就是 我和娘相携回府 还没进门 管家就过来了 夫人 您总算回来了 何事 是广陵伯老夫人来了 什么 外祖母 我眉头皱得死紧 连刚刚吃了瓜的好心情都没了 娘 外祖母不会是逃速心情来的外缘吧 我娘冷着脸 气场十足地走进前厅 坐鱼上手 母亲 今日怎么想起我这个不受你待见的女儿了 外祖母脸色立即阴沉下来 我是你娘 这是你该对我说的话吗 果然山鸡就算变成凤凰 还是改不了那粗鲁的香叶泼腹的气质 既然母亲如此看不上我 何必来找我呢 找气瘦 嫌自己活得太长 我娘淡淡地说 我娘就是刚 我喜欢 我看着外祖母那一脸刻薄样 就烦死她了 从小把我娘弄丢了 就领养了宗采薇当亲生的疼爱 后来 外祖好不容易找到我娘 她不仅不补偿我娘 还看不上她在乡下长大 觉得丢了她的颜面 对我娘百般嫌弃 苛待 处处叫我娘让宗采薇一头 后来 宗采薇通买土匪掳劫我娘 要不是 我娘本身会些武艺 又被我爹所救 我娘不死 下半辈子也毁了 我爹对我娘一见钟情 立即提出娶我娘为妻 可外祖母知道爹是忠义猴柿子 竟然踩着我娘 要把宗采薇嫁过去 还好我爹与娘在回府途中有了感情 我爹没答应 还说要是敢坐手脚 不介意当场把人送回来 外祖母担心宗采薇到时候毁了名声 只好坐吧 我娘这么些年 除非必要很好回外祖家走动 宗采薇更是再也没见过面 我倒是碰到过几次 可在我看来 外祖母嘴里的那个 她精心培养的高门贵女 也不过如此 宗采薇做的那些脏事 可能叫我几天几夜吃不下饭的 掐尖要强 被前夫休气 再嫁为永宁侯济世 却在永宁侯瘫痪之后 主动要了一纸修书和礼 现在嘛 她也就靠着皮肉过日子 外祖母每回说起 还大言不惭地说 像我家采薇这样不靠男人 独立自强的有几个 就因为外祖母总是说这些 犯了重怒 如今哪家有宴都没有请宗家的 他们母女早就成桂圈的笑话了 还自命不凡呢 我双手互相交叉 冷声道 外祖母 您要是来 就是为了埋太我娘的 就请回吧 这里是中义侯府贺家 还轮不到宗家在这里 欺负中义侯府的当家主母 外祖母气得够呛 上梁不正下梁歪 你娘把你教得跟她一样粗鄙 我站起身 一脚踩在她旁边的桌子上 居高临下地看着 我粗鄙于否 我自己不知道 但我知道 我是中义侯府嫡女 生来高贵 不需要您的肯定来锦上添花 婴儿 退下 到底是长辈 你怎能如此无礼 我闻言 默默收回脚 退回去坐下 我娘立即说 不知母亲今日过来 有何指教 还不是你这个逆女 心胸狭窄 善度 肃心向来与你交好 如今她被你相公毁了清白 你至少给个妾室的名分 如今她都自呛了 要不是采薇恰好发现 她就死了 你丧良心 咱们家与陶家也算是交 你叫我如何与陶家交代 哦 这么说 没死成我娘一脸可惜 怜悯地说 这就是宗采薇的不对了 陶素新被修 又没了清白 死了一了百了 宗采薇怎么还救她呢 这不是拖着人家在世上受罪吗 我扑齿一声笑了出来 娘说得不错 君子有成人之美 一看宗采薇就是个小人 你 你 毒妇 外祖母指着我娘怒骂 是谁竟敢在本侯府上骂本侯的夫人 我爹带着恒林走了进来 哎呀 是岳母啊 您来了 怎么也不说一声 恒林 与通知岳父大人 岳母怎么一人来本侯府上了 也不怕半路被土匪劫走了 外祖母表情一僵 满脸惊恐 侯爷不用 老身这就回去了 这在城里不会有土匪 那也有拍花子 把岳母拍去卖了 做个洗衣做饭的老婆子 也是有可能的 我爹眯起眼睛说 外祖母被吓得不轻 什么心思也不敢想了 立即起身 带着贴身嬷嬷离开了 我双手举起大拇指 还是父亲厉害 当然母亲也不差 母亲则瞪了一眼父亲 桃素心 这朵烂桃花 你自己看着办吧 惠儿 不能怪我呀 我这是躺着中枪 我爹焦急地追着我娘儿 我看着横林大叔 左右晃了晃 大叔 我看你的脸可能还有救 姑娘别安慰我了 我一把摆正她的脸 还真有救 我眼珠咕噜咕噜转着 但是你得告诉我 今日到底是谁救了桃素心 没有任何人 不过是她自导自演罢了 那你为何承认 因为那件衣服 的确是我给她披上的 当时我发现 她落水之后 又游了上去 也没多想 随手把衣服 给她披上了 因此给了她机会 所以我才站出来 毕竟的确是我连累了侯爷 我点点头 原来如此 你放心吧 我弄腹药给你 保你一点疤都不留 一日 我迫不及待 把自己赶至一夜的 要送给她 父亲知道 我要给她治伤 索性就让她跟着我 我给她治了两个月 总算是 把她脸上的疤痕 去得差不多了 如今只有一点淡淡的粉印 恒林书 现在你的模样 肯定能娶上媳妇 是啊 去了比侯爷还好看 我娘不由地夸道 我爹立即把我娘的脸 转过去 不准看了 要看看我就行了 我摸摸眉毛 就是不知道 陶素新要是看到 恒林书的样子 会不会改变主意 她可没机会了 现在跟宗采薇的相好 打得火热 宗采薇薇子 跟她都干了好几嫁了 她就算想嫁 咱也不能娶 啊 我闭关半个月 竟然发生了这样的大事 怎么没人告诉我一声 你个姑娘家 知道这些事干嘛 我娘没好气地说 我眨眨眼 好吧 真是避了狗了 前面还为了贞结 要死要活的 没几日就破罐子破摔了 果真是静珠者赤 静默者黑